订婚当天,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内容是,小心你未婚夫,别被他染上脏病。 带着疑惑,我偷偷查看了未婚夫的手机,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我跟莲宗耀相亲认识,在一起半年后订婚了。 因为我性格保守谨慎,一直不肯跟他进一步亲密,被他要求得没办法了,才松了口,只要订婚,我就跟你同居。 莲宗耀一听,立马找他父母,张洛奇订婚的事。 其实,相亲本来就跟谈恋爱不一样,条件合适就可以考虑。 莲宗耀家境殷实,自己是国企小领导,长相端正大气,无论哪方面都让人很满意。 据他所说,之前忙着工作,没空谈恋爱,等意识到问题的时候,自己已经32了,就只能靠相亲找对象。 我也差不多,因为那项保守,谈恋爱总是无疾而终,一号就耗到了28岁。 他常常说,家妻,虽然我孤寡了这么多年,但能认识你,那就值了。 中午,我们两家人聚在一起,正式订了个婚,连宗耀的爸妈都已经把彩礼和五金交给我了。 两家人相谈甚欢,彼此都很满意。 我和连宗耀还特意发了朋友圈,分享我们的幸福。 可就在这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申请消息是,小心你未婚夫,别被他染上脏病。 看着对方灰色空白的头像,我陷入了沉思。 这时,浴室水声停歇,连宗耀裹着浴巾出来,笑得一脸荡漾,宝宝,该你去洗澡了。 好,我心神不定,拿了睡衣去浴室了。 等洗完澡出来,他就有些迫不及待,被我拒绝了。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抱着他的胳膊撒娇,今天好累,跑了一天,明天好不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连宗耀脸色有些不好看,不是说好订婚了就可以吗? 你怎么出而反而,干嘛这么猴急? 我也连起了笑容,淡淡道,我都跟你住在一起了,不是早晚的事吗? 你也要给我时间慢慢适应吧。 他虽然还是不满,但没强迫我,只是搂着我就睡了。 我也闭着眼睛假媚,但满脑子都是刚才那条消息。 那个人是谁?为什么要警告我? 连宗耀还瞒着我什么? 躺了许久,连宗耀已经睡得死死的,我才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悄悄拿起了他的手机。 在一起半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彼此查过手机,有次聊到这个话题。 连宗耀说给伴侣空间才能让爱持久,而且既然互相信任,就没必要查手机。 我也认同这个观点,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的手机密码。 但现在,我必须查个清楚。 我把他的手指轻轻放在指纹解锁处,手机屏幕一亮,解开了。 然后开始翻看他的手机。 他的通讯录很干净,联系人都是同事亲人和几个男性朋友,手机上也没装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交软件,没什么敏感的东西。 难道是我多想了? 那个消息是有人恶作剧。 愧疚浮上心头,我正准备把他的手机放回去,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在网上看到的关于查手机的攻略。 我又点开了他的微信钱包,打开账单扫了一眼。 结果令人震惊。 他的微信里竟然有好多笔大额消费。 最近一次是上周,再往前,几乎每个月都有四五笔,每笔金额在五百到两千不等。 我的手开始颤抖起来,点开其中一笔消费,收钱人是性感小野猫,消费五百九十八,转账时间凌晨三点五十六分。 我再点开另一笔,收钱人是文文三十六号,消费一千二百八十八,转账时间凌晨六点零二。 其余更不必多说,名字五花八门,时间基本都在半夜和凌晨,我在点开他的某团,发现了数笔已经支付的酒店开房订单。 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把这些转账记录拍下来,关掉了他的手机。 再看看床上这个睡得香甜的男人,我恨不得给他十个耳瓜子。 平时打扮得衣冠楚楚,一副他是勤恳的模样,没想到背后是这么恶心肮脏的一个人。 我连躺在他身边都不愿意,嫌他脏。 我穿好衣服去客厅沙发上躺着,却无半点睡意。 再次盯着那条好友申请,我没再犹豫,点了通过,然后试探着发消息过去,你好。 随即自嘲地笑了笑,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对面怎么会回我? 更何况还是个小号,但不到两分钟,对面竟然回复了,查完手机了。 我立即发消息过去,查完了。 谢谢你。 你是谁? 对面反而问我,你们已经订婚了,你考虑分手吗? 我不假思索,当然要分。 这么恶心的男人,我一分钟也不想耽误自己。 等了一会儿,对面推了一个名片给我,加我大号吧,我是莲宗耀的前女友。 我震惊了,莲宗耀一直说自己母胎solo,没想到还有前女友,前女友叫何思思,一添加好友,她就自我介绍了一番。 从她的语句中,我才知道,原来莲宗耀根本不是单身多年,她交的女朋友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 而在交往过程中,几乎每个女朋友都被她劈腿出轨过。 何思思语句平静,但恨意毫不掩饰,我小号还是她的好友,所以看到了她的朋友圈。 知道你们今天订婚,我通过一些朋友查到了你的电话,才试着给你发了消息。 我不希望再多一个受害者。 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就,我心有余悸,并把在手机里看到的内容发给了她,你知道她过去那些事吗? 何思思回答,当然知道,不然我也不会提醒你了。 其实在我之后,在你之前,她还有过两任女朋友,我也提醒过,但她们不信,还骂我绿茶饭间,直到她们被甩了,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我的手依旧在发抖,黑暗中手机的光就仿佛是我唯一的救赎。 我握紧了手机,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何思思问我,你要怎么办? 需要我帮忙吗? 我想了想,回复她,如果我跟她分手了,她还会继续祸害别的女生,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 我想跟你见一面。 我在沙发上睡了一晚,早上是被莲宗耀叫起来的。 她还甜腻地亲了我一下,宝宝,你怎么在沙发上睡? 我强忍着恶心没把她推开,委屈着说,你晚上打呼噜,你知道吗? 她愣了一下,是吗? 那可能是昨晚太累了,我平时不打呼。 然后她油腻地笑了笑,拉住我的手,你跟我多睡几天就知道了。 真恶心。 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了。 我忙推开她,我去洗脸。 收拾好莲宗要去上班了,我则跟公司请了假,去找何思思见面。 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咖啡馆见面。 何思思长得很漂亮,名模好齿,身材婀娜。 一见我,她就笑了,文家妻,你跟我想象的一样,气质温婉,一看就很好拿捏的样子。 她跟我分析,就是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保守,看起来也很温柔切弱,才被莲宗要选中当老婆。 这样就算以后事发,她也足够拿捏住我,让我不敢提离婚,守着她过一辈子。 可惜她猜错了,我虽然内向保守,可性子一股绝尽,只要认定了什么,就算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比如现在,不让莲宗要吃到报应,我是不罢休。 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有何思思帮我,我也安心了几分。 她告诉我,莲宗要其实有一个专门聊黄色交易的软件,只不过平时都会删掉,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重新下载, 所以,查聊天记录,根本查不到什么。 而且她的父母也都知道,他们儿子是惯犯,只是为了帮儿子找老婆,一直在帮她隐瞒。 所以想从莲宗要父母那边下手,是不可能了,他们只会无脑互宰。 何思思又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莲宗要有自己的房子,之前跟我同居的时候,每次出去乱搞,都是找借口说去父母家或者兄弟家里住。 我眼睛一亮,那我如果抓她个现行,她是不是就赖不掉了?太危险了吧。 何思思皱着眉头劝我,她是国企小领导,关系互多,其实我建议你退婚跑路,别再招惹她就行,万一被她报复,我冷笑了一声,那不是太便宜她了? 你等着瞧好戏,有情况我随时跟你沟通。 这天晚上,莲宗要依旧想跟我亲热,被我以来大姨妈了为借口拒绝。 她一下子黑了脸,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 我忍着反胃,温声软语地安抚她,见我态度不错,她心情才好转了些。 半夜等她入睡后,我再次拿起她的手机,用短信验证码的方式,在自己手机上登录了她的某团账号。 这样,我们两个手机共用一个账号,只要她订了酒店,我就能同步看到订单。 忙完这些,我才睡去。 在她身边的每分每秒都让我反胃恶心,甚至每次肢体接触都会激起心底的巨大反感。 可我还得忍着,等到她露马脚的那天。 期间,我们甚至还去了一次她家。 连父连母热情地招待我们,连母还送了我一只玉镯子,说是连家儿媳妇专有的。 她们对我真的很好,可想到她们为了自己儿子不惜欺骗无辜的女孩,我积累的所有感情都消失殆尽。 第三天的时候,连宗耀终于忍不住了。 这天下班她就给我打电话,宝宝,今天我妈有点不舒服,我回去住一晚, 你晚上自己睡吧,别太想我哈。 我答应着,好,那你帮我问候一下吗? 挂断了电话,我立即打开某团,果然,多了一笔订单,是她常去的一家酒店。 我立即通知何思思,问她来不来看热闹。 晚上十点多,我们俩赶到了酒店外面。 我俩就蹲在酒店外面的阴暗处,一边聊天,一边守株待兔。 不得不说,连宗耀还是有点抠门的,她订的是终点房,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 来了来了,何思思突然说。 我抬头,就看到连宗耀一个人走进了酒店,在前台登记后,拿着房卡就上楼了。 又等了一会儿,一个打扮比较暴露的女人也到了酒店,没去登记,轻车熟路上了楼。 现在动手吗?何思思示意我。 我摇摇头,等一下,现在太早,等他们办事的时候再闯进去,才能抓个现行。 何思思勾起唇来,闻家妻,你看着柔柔弱弱的,办起事来,毫不含糊啊? 我欣赏你。 等了半小时,我才拨通了110。 您好,我要报警,有人非法交易,就是现在。 地点是某某酒店,十分钟后警察赶到,有警察在,前台配合着交代了连宗耀的房间号。 我们就跟在警察后面,等着看好戏,我顺便还拿出了手机,打开摄像。 一个警察突然回头,你们跟被举报人是什么关系? 我立即露出难过的神情,我是他未婚妻,已经订婚了。 何思思尴尬道,我是他,前女友。 话音一落,警察们纷纷回头,诧异地打量我们。 其中有个人还小声说,未婚妻和前女友都这么漂亮,咋想的呢? 到了房间门口,警察敲门,警察查房,开一下门。 里面没有反应。 警察声音严厉了几分,再不开门,就要破门了。 里面这才传来嘻嘻嘶嘶嘶的声音,随即一个人打开了门,正是莲宗耀。 她面色如常,景观,房间里只有我跟我女朋友。 我立即抓住机会挤了进去,一巴掌呼在莲宗耀脸上,嘶吼起来,她是你女朋友,那我是谁? 你不是说回你爸妈家吗?怎么到酒店开房来了? 莲宗耀猝不及防,被我实打实打中,脸颊顿时红了。 她想按住我,但没敢当着警察的面动手。 我顺势冲进房间,拿手机拍了一圈,床上的女人还没穿好衣服,裹着被子瑟瑟发抖。 我的目标本来也不是她,拍下证据后,转头又朝莲宗耀扑了过去。 你这个渣男,你在外面找女人?你真恶心,下贱,呸。 我几乎拿出了这辈子最破辣的一面,一边骂他一边动手,打不到他我就抓,总有几下能抓破他的脸。 场面一度混乱,莲宗耀也急了眼,动手想打我,被警察拦住。 别闹了,有个警察大喝一声,指了指我们几个,你,你,你,还有你,都跟我们去警局一趟吧。 我装没听到,又挥爪子,狠狠抓了他几下。 这下莲宗耀脸上可有五六道血痕了。 双。 去警局本来就是我的目的,加上揍了莲宗耀一顿,我心里无比的爽快,捋了捋头发点头。 好。 何思思过来搂住我,加七,你没事吧? 没事。 看到何思思,莲宗耀的瞳孔收缩了一下,眼底顿时充满狠力。 到了警察局,任何花里胡哨都被识破,有口供,有转账记录,莲宗耀违法的事实既定,立刻就被拘留了。 再加上我提供的其他的转账记录,他直接被处以十五天的拘留。 我跟莲宗耀还没领证,自然不是合法夫妻,警察只能通知他的父母来。 因为除了拘留,他还要缴纳五千元的罚金。 何思思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我不想看见他的父母。 怎么? 我不解。 何思思说,当初我发现他出轨的时候就提出了分手,结果他爸妈轮番来劝我,说连宗耀只不过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说以我的条件算高攀他们家了,别给脸不要脸。 我瞠目结舌,想象不到脸父脸母那么热情和蔼的样子,会说出这种毁三观的话。 何思思拉住我的手,我们走吧,反正剩下的事也跟我们没关系了。 我摇摇头,我要趁这个机会说清楚,跟他们家退婚,省得以后再纠缠不清。 他爸妈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何思思有些担忧,迟疑了片刻,还是决定留下来陪我一起。 起码多一个人支持,也能多一份力量。 我感激地握紧他的手,谢谢你,回头我一定请你吃大餐。 过了没一会儿,脸父脸母也来了。 他们应该是睡眠中被叫起来的,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疲态。 看到我和何思思,老两口先是愣了一下,旋即把矛头对准了我。 佳琪,你在警察局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小药的罚金你缴了没? 我淡淡道,我跟连宗耀没结婚,她的罚金轮不到我来缴。 你,脸母一听就要发作。 脸父忙安抚她,我去缴罚金,你好好劝一下佳琪。 在他们眼里,我是因为连宗耀被抓生气了,才在这里等着。 或许他们觉得,只要安抚我几句,就能让我踏踏实实地继续嫁给连宗耀呢。 脸母坐到我身边,先是警觉地看了一眼和思思,才说, 佳琪啊,你跟小药相处半年了,要相信她的为人,千万别被不怀好意的人给骗了。 我淡淡笑了,说,阿姨,你说得对,日久见人心,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也猜不到会有人伪装半年,就为了骗婚呢。 脸母脸色瞬间变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姨,连宗耀都已经拘留了,我们这婚约也没必要继续了,退婚吧。 听到退婚两个字,脸母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她脸色清白交加,好一会儿才平缓下来,苦口婆心地说, 佳琪,你跟小药都订婚了,不能她一出事,你就退婚啊,你这样是要被人说无情无义的。 她哪儿来的脸,说我无情无义? 我都被气笑了,阿姨,连宗耀是出轨。 她已经背弃了我们的婚约,到底是谁无情无义? 她只不过是一时糊涂犯了错,你不要听外人胡说啊。 小药是个正经人,不会乱来的,一定是有人唆拾的。 脸母一边说着,一边拿眼刀子戳和思思。 和思思悄悄握紧了我的手,应该是之前留下了心理阴影。 她对连家人又恨又怕,一时糊涂。 我冷笑起来,拿出我手机保存的截图,她每个月都要糊涂几次。 糊涂了好几年,她每个月花在这上面的钱几千块,阿姨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说她一时糊涂,那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脸母没想到我会这么犀利,干脆指着和思思骂了起来,和思思,是不是你窜多的佳琪退婚? 你这个小贱人,小要看不上你,你就破坏她的家庭是吧? 和思思畏缩了一下,我忙拉住她的手,站起身。 阿姨,是我举报的莲宗耀,我还要谢谢思思把我从火坑里拉出来,要是没有她,我现在就被你们一家人骗到手了。 别的不用多说,这个婚我退定了,与其想着怎么让我改变主意,不如你们去脱脱关系,让莲宗耀这半个月在拘留所过的舒服点吧。 说完,我拉着和思思头也不回地出了警察局。 莲宗耀要被拘留半个月,这样一来,她的工作也没了。 她的父母不仅要找关系让她在里面待得好点,还要想办法托人留住她的工作。 这样一来,他们暂时还找不到我这里来。 我说了退婚的事,一听说准女婿被抓起来了,爸妈也都怒气不争,二话不说,选择了支持我。 我把用到的证据都整理好,然后跟和思思出去逛街吃喝,这半个月是我过得最轻松的半个月了。 倒是爸妈一直不放心,叮嘱我在外面要小心,提防连家报复。 半个月后,在家门口看到连家一家人时,我心里咯噔一跳。 战斗的时刻终于来了。 连宗耀还在扮演深情人设,家妻,你还好吗? 她倒是瘦了很多,看起来在里面不好过。 她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 我勾起唇角,我当然好,吃妈妈香,身体备棒,来谈退婚的话,就谈退婚,别扯那些没用的。 连宗耀已经拉长了脸,狠狠瞪我一眼。 让连家人进屋后,两家人坐在一起谈退婚的事宜。 彩礼和五金我早就准备好了,此时拿出来交给连家人。 但连母显然并不满意,就这。 我爸不解,还有什么? 连母凶悍地瞪着我,家妻举报了小药,要不是她,小药也不会被拘留15天。 这损失怎么算?她半个月的工资,还有精神赔偿,你们不该承担。 我妈疼得站起来,你们过分了吧。 连母扬着眉毛大声说,一点都不过分。 你闺女偷看我儿子手机,背后举报,在古代都是要进猪笼的。 我们没让你们负责,只赔点钱就算不错了。 连付补充,十万。 一分也不能少。 没想到连家人这么不要脸,感情之前的模样都是装的。 难怪连宗耀这么无耻狠毒,都是跟她爸妈学的。 我妈气得发抖,你们这是敲诈勒索。 我爸比较沉得住气,沉生道,家妻举报的是违法行为,她一点错也没有。 而且,小药已经背叛了她和嫁妻的感情,退婚也是理所应当的。 如果你们对这个金钱有意义的话,可以去法院告我们,我们听法院的。 连母哼了一声,少扯那些,我就一句话,不给赔偿,那就让佳妻按原计划嫁给我儿子。 反正她已经被睡过了,不干不净的,外面还有人肯要她吗? 这话一出,我爸也怒了,力声呵斥,罗桂花,注意你的言辞。 连宗耀一下子冲上来几步,大吼起来,你冲我妈吼什么? 她人高马大又年轻,要是打起来,我爸妈跟我都要吃亏。 我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立即指着监控道,连宗耀,我家里有监控,你要是敢打人,我让你再进橘子蹲几天去。 她这才老实了一点,但眼神依旧凶悍。 连母得意地撇撇嘴,说,彩礼和五金呢,我们先不拿回去,你们好好想想, 佳琪是继续跟我儿子结婚,还是想名声,被搞臭,一辈子嫁不出去。 他们一走,我妈就气哭了,还不停地埋怨自己,说当初不该催我相亲,不该催婚,催来催去的感情能成熟吗? 看看现在,像了个什么玩意儿? 我只能安抚她,妈,不怪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算谈恋爱,也可能会碰上这种人渣呀。 我妈抱着我嗷嗷哭,我闺女可怎么办啊? 连家人也太不要脸了。 一家子强盗啊,这是。 我轻拍她的背,妈,你放心吧,没事的。 我知道莲宗耀不会善罢甘休,这半个月早就想好对策了。 反击的第一步,我给莲宗耀发消息,语气极其卑微,我们在一起半年,好聚好散不行吗? 彩礼和五金都退给你了, 为什么还要我再给你十万块? 她见我示弱,更加趾高气扬起来,你把我送进橘子,不该给点赔偿吗? 我回复她,你被抓是因为违法,跟我没有关系,彩礼五金退给你就两清了。 莲宗耀越发地嚣张,不行,再给我十万块。 不然,我就到处去说你已经被我睡了,文佳琪,你想一辈子嫁不出去吗? 她这么颠倒黑白,也让人生气,我打字,我跟你没发生过关系。 莲宗耀嚣张道,那就试试啊,看看大家信谁的。 佳琪,我劝你乖乖给钱,十万块而已,你家又不是出不起。 够了,收集到我想要的内容,我关了对话框,直接删除了此人。 接下来是第二步,莲宗耀家住在一个老小区,是她爸妈当年的单位小区,邻里邻居都是曾经的同事。 我当初跟着她回家,路上遇到人就要打招呼,简直是设恐地狱。 但现在,地狱成了我的天堂。 我提着一些礼品直奔她家小区,然后找一个眼熟的大妈,主动上去打招呼。 阿姨,您知道莲宗耀他们家人什么时候回来吗? 大妈一看见我就认识,热情地打招呼,这不是小药的未婚妻吗? 怎么了,他们家没人。 我抿了抿唇,语气低落,我是来还他们家送的礼的,我跟莲宗耀的婚事吹了。 怎么吹了? 大妈一听,关切地问道。 我怎么也没想到,莲宗耀竟然在外面乱搞,前阵子她被抓进去拘留了半个月。 阿姨,你说这样的人,我怎么敢嫁啊? 啊? 小药乱搞啊? 是啊,还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拿出手机,找出那天在酒店拍的视频给大妈看。 大妈一边看一边摇头,嘖嘖道,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莲家那孩子看着挺正直的。 没想到是这种人啊,我现在要退婚,退了彩礼和五金不够, 他们家竟然还让我赔十万块钱。 这不是太欺负了吗? 什么? 他们家竟然这样? 莲家那一家子都不好伺候的。 小姑娘,你退婚退得对。 周围的居民们也围了过来听八卦。 大妈比我讲得还会声晦涩,听得众人一阵惊叹。 效果达到,我及时撤退。 想来用不了几天,全小区都会知道莲家的极品人合适, 到时候任凭他们说出花来,也没人信。 紧接着是第三步。 她爸妈为了给她留住工作,费了不少人脉和资源, 要知道国企最注重作风问题了,违法拘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问题。 不知道莲家花了多少钱,她离港半个月变成了休年假, 拘留的事被完美地隐藏了过去。 我直接给她单位的举报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实名举报莲宗要违法违纪的行为, 证据有她开房记录、消费记录,以及我录的视频, 还有警方的拘留通知书。 人证物证俱在,她想抵也抵不了。 怕被人拦截,我还特意打印了好几份文件, 纸质的形式寄给了她各办公室的领导。 相信现在人已经收到了。 感谢本地报纸,报到本地国企财经消息时, 没少泄露单位领导们的信息。 还有最后一步。 我拿着连家在我家要钱的监控视频, 以及连宗要找我要十万块的聊天记录, 直接报警,告她敲诈勒索。 忙完这些,我就给爸妈买了机票, 送他们去外地散散心。 而自己,就躲到了公司宿舍。 果然,连家人直接杀上了门。 不过家里没人, 任由他们怎么敲门怎么闹, 也没人开门。 我也跟邻居们打了招呼, 如果太吵, 尽管报警就是。 邻居们果然报了两次警, 加上我家没人开门, 连家人只能信信而归。 闺蜜帮我去打听了一下, 果然, 在他们小区里, 所有人都知道连宗要乱搞被拘留, 还勒索女方给十万块才退婚, 他们的名声彻底臭了。 连宗要的单位也终于护不住她了, 大领导收到了我的举报信, 立即让人调查, 警察属实, 直接把她开除了。 最重要的, 我报警被敲诈勒索, 警方受理了这个案子, 正式立案侦查。 连宗要现在被检察院正式起诉了, 现在着急的, 是连家人才对。 我拉黑了连家人的所有电话, 他们打不进来, 也找不到我, 只能急得在原地打转。 有天下班, 我跟何思思约了饭。 吃饭的时候, 她问我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如果需要帮助, 千万别跟她客气。 我把过程都一五一十讲给她听, 何思思直拍大腿, 姐妹, 还是你有办法。 当时我被她们气到脑壳婚, 只想赶紧摆脱, 后来越想越气, 都气出乳腺增生了。 我拍拍她的手, 放心, 这口气我替你一起出了。 直到一周后, 法院给我打电话, 要我到场, 我才出现在连家人面前。 法院首先是进行调解, 在调解室, 我见到了连宗耀和连母。 一看到我, 连母扑通就跪下了, 连哭带喊的。 佳琪, 你跟小药好了这么长时间, 她对你也是尽心尽力。 就算她做错了, 真的没必要闹到法院来啊。 钱我们也不要了, 求求你撤诉吧。 我冷眼看着这对母子。 连宗耀被拘留时, 他们不慌, 因为被拘留没有案底, 可如果法院判了刑, 那就是一辈子的污点了。 他们勒索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有今天呢? 工作人员扶起连母, 让我们两边坐下。 今天是开庭前的调解, 被告愿意给补偿和赔礼道歉, 被害人愿意接受吗? 我摇头, 不愿意。 连宗耀阴毒地盯着我, 文家七, 你害我失去工作, 还非要把我送进监狱吗? 我忍不住吃笑, 你欺骗我感情的时候, 找我勒索十万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后果呢? 连母盲说, 我们不要十万了, 礼金也不要了, 当时给你的赔偿, 行吗? 我一口拒绝, 我不同意调解,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连母一听又哭了, 文家七,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你这么恶毒,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笑了, 我们拭目以待, 法院很快就宣判了。 连宗耀涉嫌敲诈勒索, 因为情节不严重,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实际上, 他不用蹲监狱, 只要这一年老老实实的, 后续就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判刑这个污点, 要跟他一辈子了。 从一个国企小领导, 沦为被判缓刑的犯罪人员, 他爸妈接受不了这种转变, 曾一度大闹法院, 后来被法院警告后, 才算消停下来。 但他们家的名声彻底臭了, 连宗耀再去相亲, 也没有女孩愿意跟他相了。 后来听说, 他去了外地工作, 至少在外地, 还能隐藏一下自己的黑历史。 那些彩礼和五金, 包括连家给的其他礼品, 我都托朋友送回去了, 他们家的嘴脸, 我是一点也不想看见了。 饶是如此, 爸妈还是担心, 我上下班会被骚扰, 再三思存后, 拿出家里的积蓄, 让我去买个房子。 我问, 你们不是说女孩子不用买房, 等结婚了就有房住了吗? 爸爸摇头, 那都是老旧思想, 女孩子怎么了, 想买房就买啊? 有了房子, 以后谈婚论嫁底气才足啊。 我笑了, 我是打算买房的, 不过爸妈, 不用你们给, 这些年我攒够首付了。 妈妈皱眉, 付什么首付, 咱们直接全款, 全款买的房, 将来才能完全属于你。 最后在爸妈的张罗下, 我全款买了一套 离公司进的小两居, 他们也不再催我结婚了, 反而劝我, 遇到合适的人, 一定要谨慎一点, 再多观察观察, 别急着把底都交出去。 如此看来, 之前的麻烦也不全是麻烦, 还是带来了一点好处的。 为了庆祝买房, 我请了年假, 买了一张机票, 准备出去晚几天。 当然, 同行的人是何思思? 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好闺蜜, 无话不谈。 知道莲宗耀的下场时, 她也拍手叫好。 后来我们喝酒时, 她才推心置腹地说, 佳琪, 你知道吗? 我被莲宗耀甩了以后, 看到她新交的那些女朋友, 好担心她们被骗。 可我鼓足勇气去告诉她们真相, 她们却不信我, 还骂我, 为什么女孩子不肯相信女孩子呢? 给你发消息那次, 是我最后一次想再帮一个人, 如果你那时候也不信我, 骂我, 我可能就再也不愿意去帮别人了。 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正色道, 思思, 帮助女孩子永远都没错的。 就算有人不信你, 可只要有一个人信, 你就能挽救一个女孩的命运。 我就是被你挽救的呀, 我要谢谢你的。 所以, 你是我的好姐妹。 何思思抱住我, 我跟她贴贴, 好姐妹。 飞机滑行起飞了, 在轰鸣的机舱内, 思思恐高, 脸色变得惨白。 我握着她的手轻声安抚, 见见她脸上终于有了血色。 空姐发餐了, 我要了两杯橙汁, 给思思一杯。 然后笑着说, 为了庆祝摆脱渣男, 来干一杯。 思思尝出了一口气, 终于放松下来, 对, 咱俩都要庆祝。 我们碰杯喝着果汁, 迎接我们愉快的旅程。 全文完, 和霍乔生纠缠的第九年, 她的情人冲到了我的生日宴, 告诉我他们是真爱, 让我同意离婚成全他们。 霍乔生冷眼旁观, 等着我如往常般, 为她解决不乖的情人。 可那天, 我突然觉得腻了。 我起身, 对她笑了一下, 我去花园透透气。 霍乔生没在意, 以为我是去偷偷哭。 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却不见我回来。 她亲自找了过去, 花园围有一根燃尽的香烟, 和一枚戒指。 她知道, 我不会再回去了。 婚后第五年, 霍乔生在外养了个 清冷迷人的芭蕾舞演员, 名叫贺明月。 有人告诉我, 霍乔生第一次见到贺明月时, 就对她鸟鸟停停, 如月下仙般的舞姿着了迷。 她将女孩交养在外, 如同龙的珍宝, 藏着掖着谁也不让见。 包括我。 可此时此刻, 贺明月却主动找上门来, 她红着眼眶看着我, 眼底满是谴责, 霍先生已经不爱你了。 她现在爱的人是我, 你用婚姻绑着她 不觉得自己很残忍, 很无理取闹吗? 我和霍先生是真心相爱的, 你就同意离婚, 成全我们吧。 她哭得可怜, 像是一个被我这个坏女人 拦住幸福的苦命人, 可我只觉得可笑。 真爱, 你爱上别人的丈夫, 不觉得自己很贱吗? 文言, 贺明月脸色微白, 下一瞬却哭得更委屈了。 对, 你说得对, 我爱上有父之夫, 的确很贱, 你骂我是应该的, 但我错了, 爱没错。 我就是想和喜欢人 永远在一起, 我真的很爱霍先生, 我不想和他分开, 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 他的话荒唐又幼稚, 可霍乔生却觉得 他可爱又无味, 他温柔地给他擦掉眼泪, 轻声哄他, 好了, 乖乖, 别闹了, 今晚我去陪你。 此话一出, 众人都愣住了, 他在踩着我的脸面, 为贺明月撑腰, 这是其他情人 不曾有的宠爱。 往昔, 也曾有人找上门 来让我离开, 霍乔生知道后, 反而亲自将情人 整治得很惨。 他警告众人, 顾昭薇是我的妻子, 谁都不能挑衅他。 可今日, 贺明月搞砸了我的生日, 霍乔生不仅纵容, 甚至让秘书亲自 送他回去后, 他走到我面前, 嗓音低沉,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他胡闹。 所以, 你不要对他动手。 他在警告我, 我没立刻点头, 霍乔生轻轻皱眉, 目光冷得像冰, 昭薇, 明月年纪小, 不懂事, 甚至为他找借口。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打断了他, 点头答应了。 霍乔生脸色稍缓, 想牵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避开了。 霍乔生沉了脸, 有些不悦, 我却对他笑了一下, 我去花园透透气。 霍乔生汗手, 早点回来, 等你切蛋糕。 嗯, 我转身, 离开, 霍乔生的目光 一直落在我背后, 但我没回头, 一次都没有。 出了宴会厅, 外面正稀稀利利地下着雨, 我点了根烟, 烟雾缭绕间, 不知为何, 我突然想起 霍乔生向我求婚那天, 似乎也下着雨。 我和他三岁相识, 十六岁时相爱, 二十三岁那年, 霍乔生创业成功, 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 然后, 向我求了婚。 赵薇,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那天, 他单膝跪在我面前, 手颤抖地拿不起戒指。 我垂眸看他, 只问了一句, 你会一直爱我吗? 他信誓旦旦, 毫不犹豫, 永远。 我信他当时的话是真心的。 但, 真心一变。 二十七岁那年, 霍乔生在外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 我发现后, 他跪在我面前, 哭着求我不要离婚, 说他一定会改。 但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直到如今, 他已不再遮掩, 而我也不再私闹。 闹够了, 也看透了。 就像, 贺明月。 霍乔生对他特殊, 为了他来警告我, 威胁我, 如果是三年前, 我只怕会哭得心都碎了。 可现在, 我只觉得疲累和恶心。 因为我比谁都清楚, 霍乔生绝对不会为了贺明月和我离婚。 无关感情, 只因我们婚后多年, 利益牵绊太多太深, 离婚对他而言, 繁琐也没好处。 他不会做。 而他也笃定, 我不会做。 毕竟, 这些年来, 我提过不止一次离婚,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最初是因为爱, 后来是因为不甘心。 但无论因为什么, 按理说, 这么多年我都忍了, 这种戏码我该习惯了。 但这次, 我突然觉得腻了, 不想再陪他演下去了。 烟灰滚落, 烫得指尖发颤。 而这时, 侍者走到我身边, 小声提醒道, 夫人, 霍总说, 您该回去切蛋糕了。 回去。 我猛然回神, 片刻后, 我暗灭了烟, 回眸轻轻地笑了一下。 告诉霍乔生, 我不回去了。 侍者将原话告诉了霍乔生。 霍乔生脸色微沉, 其他人见状, 连忙劝解道, 霍夫人可能是心情不太好, 才说不回来了。 你人闹闹小脾气吗, 霍总你单待单待。 你人都是要哄的, 霍总你要不去哄哄。 闻言, 霍乔生心头微动。 她和顾昭薇自幼相识, 没人比她更明白, 顾昭薇有多爱她。 她今天让顾昭薇让着点明月, 又为了哄明月离开, 说了那句今晚去陪她的话。 这句话不该说。 昭薇今天生日, 她今晚该留下陪她才对。 她说错话了。 念词, 霍乔生看向了逝者, 她是不是哭了? 顾昭薇从小就是爱哭鬼, 难过了会哭, 开心了也会哭, 甚至看个苦情剧都会红眼眶, 难过得睡不着觉, 性格敏感又脆弱。 刚才一定因为她的话难过了, 才会找借口, 去外面偷偷去哭。 霍乔生心里有一丝愧疚。 顾昭薇是她的妻子, 今天又是她的生日, 她不该为了贺明月给她难堪。 她应该道歉。 正想着, 逝者却摇了摇头, 没有。 霍夫人笑得很开心, 很漂亮。 霍乔生微微醋眉, 对这个答案很意外, 可片刻, 她就沉了脸, 语气冷得像快冰, 那她闹什么, 多大人了, 还耍小孩子脾气, 她不回来, 就不管她。 冰客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敢再劝, 只能静静地等着。 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都不见顾昭薇回到宴会厅。 霍乔生神色冷沉, 起身去了花园。 霍家主母, 豪门太太, 却为了个情人耍脾气离席, 既不体面也不大度, 白白让冰客看了笑话。 等会见到顾昭薇, 她一定要批评她。 可等她走到, 花园内外早已空无一人。 雨声犀利下, 垃圾桶旁 唯有一根燃尽的香烟, 和一枚戒指。 霍乔生心头微颤, 那戒指是她当初求婚用的银戒。 这些年, 她给顾昭薇买过无数珠宝, 可她只对这枚银戒情有独钟, 爱惜得跟宝贝似的。 但如今, 却被她随意地扔进了垃圾桶。 她, 不要她了。 这时, 风起卷起雨, 浸透了霍乔生的衬衫, 她浑身冰冷, 却无比清醒地明白, 顾昭薇, 不会再回来了。 我回了别墅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律师。 律师很专业, 也很熟练地帮我分析了财产分割问题。 毕竟, 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帮我解决离婚问题了, 虽然之前总是不了了之, 但这次, 不一样了。 我很认真, 也很专心。 不知过了多久, 手机铃声响起, 是霍乔生。 她大概是发现我提前离开, 却没告诉她, 让她失了面子, 有点生气。 接通后, 她语气有点冷, 顾昭薇,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示意律师暂停, 然后语气很平淡地对她说, 我想和你离婚。 电话那头, 呼吸停顿了一瞬, 再开口, 霍乔生的语气变得很轻, 因为明月。 我没回答, 她以为她猜, 对了原因, 像是松了一口气, 语气带着一丝安抚, 昭薇, 她搞砸了你的生日, 的确是她的错, 你不高兴是应该的, 我让她现在过去跟你道歉, 事到如今。 她认为, 我是因为贺明月赌气, 但她仍不舍得断, 有点可笑。 我轻轻地笑了一下, 然后语气非常非常平静地打断了她, 霍乔生, 跟任何人都无关。 那你, 我和你离婚, 只是因为不再喜欢你了。 霍乔生, 前路漫漫, 以后的路, 我就不陪你继续走下去了。 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如同泄掉了背上厚重的包袱。 有点怅然, 但更多的却是轻松, 释然。 霍乔生沉默了片刻, 电话那头, 只能听到她倾扣桌面的声音, 说明她正在思考。 片刻后, 她在开口, 语气沉闷, 这次, 你又闹什么? 她还以为我在赌气。 其实这问题很熟悉。 在她出轨被我一次次发现后, 在我一次次地闹一次次地哭时, 她总会这么疲惫又冷漠地看着我, 眼神中带着深深的困惑, 问我说, 这些年, 我的钱, 公司的股份全在你手上, 那些女人只不过是逢场作戏, 玩玩而已, 没有人能威胁你的位置。 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婆, 是霍太太。 你想要的想买的, 马上就能得到, 你再看看你身边的女人, 多的是为了生计奔波的, 一年到头的工资, 都比不上你一枚戒指的起拍价格。 顾昭薇, 你究竟还在闹什么? 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 是啊, 有什么不满足的? 豪门生活, 锦衣玉食, 不知多少人羡慕, 就连我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货桥身后, 都委婉地劝我, 算了, 就当不知道, 凑合过下去吧, 情情爱爱, 哪有真金白银实在? 这道理我明白, 但我就是不甘心。 不甘心青梅竹马, 患难夫妻的结局是貌合神离, 虚假幸福。 不甘心两心相许到最后, 却是相看两眼。 所以, 我哭, 我闹, 一次次地提离婚, 想要换回她的悔改, 重新得到她的爱。 可结果却是, 爱人变仇人。 爱欲恨其生, 恨欲让其死。 这句话我曾不信, 但那段最痛苦的日子, 我信了。 霍桥生,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曾经真想杀了你, 然后自杀。 我本以为霍桥生会觉得惊悚, 可他却问道, 那为什么没成功? 我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笑了一下, 语气很轻, 因为, 那天你叫了我一声阿宝。 阿宝, 如真似宝。 母亲早逝, 父亲将我独自养大, 他给我取了小名, 叫阿宝。 霍桥生知道后, 便也开始这么叫我。 叫了很多很多年。 年少青葱时, 他会牵着我手一边在田野小路飞奔去学校, 一边回头对我笑, 阿宝, 再不快点, 可要迟到了。 新婚当晚, 他稳在我的额头, 指尖都在颤抖, 阿宝, 我爱你。 我父亲去世那天, 他紧紧地将我抱在怀里, 一遍遍递在我耳畔说, 阿宝, 你不是孤儿, 以后, 有我疼你, 别怕。 那时, 他最爱我。 但不知何时起, 他在开口叫我, 便是昭薇, 顾昭薇。 我本以为我都忘记阿宝这个名字了。 可那晚, 在我灌醉他, 将双手狠狠地掐在他脖子上一点点用力时, 他醉意朦胧地睁开眼, 看到我哭红的眼睛, 第一反应不是被绑住的双手, 而是冷着脸问我, 阿宝, 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愣住了。 他喝醉了, 不记得他背叛了我, 伤害了我, 他只记得他最爱我, 最见不得我流泪。 所以, 在我告诉他, 是他欺负了我后。 霍乔生瞬间慌了, 他抬眸看我, 语气也可怜, 那, 对不起阿宝, 我错了, 你打我吧。 明天我带你去吃李叔家的烤红薯好不好? 我年少是甜, 最爱村口李叔做的烤红薯, 但总舍不得买。 霍乔生每次都攒钱给我买, 我让他尝一口他都不舍得, 非要我墙胃给他, 他才肯吃。 那时最穷, 那时也最爱。 他惹我生气, 永远是可怜巴巴地盯着我, 像是一只生怕没了主人的小狗, 就和那晚的他一样。 所以, 我没骨气地心软了。 我松开了掐住他脖子的手, 解开了绑他的绳子。 在他一声笔一声焦急的呼唤声中, 我出了门, 站到了顶楼, 向下看, 我想, 既然我杀不掉霍乔生, 那我自己死了算了。 可这个想法刚冒出来, 就被一阵滑破天际的长鸣声打断。 寻声看去, 一朵又一朵烟花在我眼前绽放, 红的蓝的粉的, 璀璨, 漂亮, 照亮了半边天, 美得不可胜收。 此时此刻, 我看向落地窗外, 漆黑的夜空, 看不到那碗的烟花, 我的语气很轻很温柔。 那一刻, 我突然不想死了, 甚至庆幸自己没有杀了你。 不然, 这么好的烟花, 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电话那头, 霍乔生沉默了半晌, 我以为他是被我曾经的疯狂吓到了。 可片刻后, 他突然问道, 你现在还想杀我吗? 他语气很认真, 所以, 我想了一下, 也认真地回答了他, 不想了, 不值得。 霍乔生没同意离婚。 无关感情, 婚后这么多年, 我们的利益纠缠得太深太紧, 离婚对于他来说, 无疑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巨大变动, 财产分割也会影响到公司上市。 可以说, 除了恢复单身以外, 对他来说, 没任何好处。 霍乔生是个很优秀的商人, 对他不利的事他不会做, 所以, 他选择无视。 如同过去无视我的歇斯底里一样, 这次他无视了我的诉求, 也无视了我律师发去的离婚协议以及财产分割同意书。 我无意再与他撕扯, 只让律师告诉霍乔生, 如果他不愿意协议离婚, 那我就会起诉他, 然后就带着收拾好行李离开了京市。 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刻, 我收到了霍乔生的短信, 赵薇, 你明知道现在是公司上市最紧要的时候, 你非要跟我闹吗?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想了想, 回复了他。 嗯, 飞要, 飞机的终点是冰岛。 在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之地, 我住在海滨小镇, 推开窗便能看到海。 再往南走, 绿草环绕中, 我看到了测势力的红房子, 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存在。 风一吹, 草叶摇曳, 多美啊! 我加入了旅游团, 导游是一个亚裔女人, 能熟练又准确地带着我们品尝美食, 介绍名胜古迹。 旅游团里有一对小情侣, 两人整天亲亲我我, 感情极好。 我曾看到男孩在无人处一遍遍地练习着求婚词, 从笨桌到熟练, 花了三天。 然后, 男孩在罗马神殿, 漫天的玫瑰花雨中, 向身边的女孩求了婚。 娇娇, 你愿意嫁给我吗? 明明练习了那么多遍, 可开口却连第一次都不如。 笨桌, 颤抖, 却真诚。 我愿意。 女孩红着眼眶接受了戒指, 在一阵欢呼声掌声中, 她扑进了男孩怀里, 两人紧紧相拥。 在漫天花瓣下, 仿佛抱住了整个世界。 回程的路上, 男孩去为女孩收拾东西, 女孩坐到我身边, 她珍惜地, 小心翼翼地摸着指尖钻戒, 突然看到我无名纸上有一道戒指留痕。 她眨了眨眼, 看向了我, 姐姐, 你结婚了吗? 嗯, 女孩是自来熟, 一听我是过来人, 便来了兴致, 姐姐你当年结婚的时候多大啊, 我今年才刚工作, 是不是答应她的求婚太早了? 她年龄小, 目光中是对未来的憧憬, 对心上人的爱慕, 以及对婚姻的忐忑, 生怕选错了人, 走错了路, 不像我。 天真年少, 一往无前地选择了霍桥生, 以为爱能抵万难, 可后来才明白, 万难皆因爱, 婚姻带给我的只有受不完的伤害和流不尽的眼泪。 我的婚姻无疑是失败的, 所以, 我没有立场去说一些心灵鸡汤或者爱情忠告给她。 我只是告诉她, 我23岁结婚, 如今我32了, 正在准备离婚。 对我来说呢, 婚姻无关年龄, 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分开, 纯粹一点, 也简单一点就好了。 女孩听罢, 懵懂弟点了点头, 又小心地问我, 你是因为不爱了才离婚的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是啊, 相见两宴。 在顾昭薇离开的第七天, 贺明月刚结束演出, 霍乔生亲自去接她回家, 回去的路上, 贺明月刷起了短视频。 我23岁结婚, 如今32了, 打算离婚。 姐姐, 你是因为不爱了才想离婚的吗? 是啊, 相看两宴。 霍乔生浑身微颤, 转头看去, 看不见说话女人的脸。 可她就是知道这声音, 是顾昭薇。 她说她不爱她了, 说, 对她相看两宴。 这未免太可笑, 太荒谬了。 顾昭薇母亲早逝, 父亲前几天也去世了, 除了她, 这个世界上她 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她离不开她的。 哪怕这些年, 她不止一次提过离婚, 但霍乔生很清楚, 真正不舍得离婚的人是她。 她舍不得她, 也比谁都在乎 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离婚, 吵闹, 都只是顾昭薇 吸引她注意力地把戏罢了。 她怎么可能不爱她了? 霍乔生心里想, 可心底却是弥漫开来的不安和沉闷。 她急切地想要得到顾昭薇的肯定。 所以她将车停到了路边, 无视了贺明月的疑惑, 拿出手机, 想给顾昭薇发条短信。 可打开看, 却发现, 上一条她问顾昭薇什么时候回家的消息, 还没任何回复。 在网上, 是她让她一切事情找律师处理, 不要打扰她。 她想了想, 决定问一下她去了哪里, 可得到的却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顾昭薇把她拉黑了, 霍乔生指尖微颤, 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而就在这时, 她听到视频里的女孩在问顾昭薇, 那如果, 她现在回心转意再来追求你, 你还会原谅她吗? 不会。 顾昭薇声音温柔, 却毫不犹豫。 霍乔生猛地攥紧了手机, 下河绷得急紧。 说谎。 顾昭薇说谎。 她怎么可能不原谅她? 她明明那么爱她。 她, 偏偏不信。 我回国那天, 是霍乔生亲自接的机。 她长得俊, 身姿挺拔。 怀里抱着大树玫瑰向我走来,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赵薇, 欢迎你回来。 我没接过她的话。 她眉心微皱, 然后自然地拿走了我的行李箱。 阿宝, 别闹了好不好。 她叫我阿宝。 如果是过去, 我真的会心软, 但现在, 我只是觉得困惑。 她不知道, 她究竟要干什么。 打开车门, 我才发现, 贺明月也在车上。 我轻轻皱眉。 霍乔生连忙解释, 赵薇, 我知道你还生气, 明月坏了你的生日, 我带她来, 是为了向你道歉。 贺明月垂下眼, 楚楚可怜, 对不起, 姐姐,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和霍先生生气了好不好。 我沉默地看着这场闹剧, 一言不发, 霍乔生想牵我的手, 被我避开了。 她似有些无奈地叹口气, 向我妥协, 如果你不喜欢她, 我就和她断了好不好。 此话一出, 贺明月脸色惨白, 不可置信地看着霍乔生, 可我却拒绝了。 不用,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 霍乔生一愣, 什么? 话音落下, 一个男孩突然敲响了车窗, 见到我后, 他静止地坐到了我身边, 牵住我的手, 指尖缠绕。 姐姐, 我怎么把我抛下了? 我尚未开口, 霍乔生脸色一变, 目光阴沉地盯着男孩牵我的手上, 这位是。 男孩回头看他, 又看我, 前夫哥。 我点头, 男孩灿然一笑, 少年气扑面而来, 阳光地让人睁不开眼睛。 前夫哥你好, 我是夏凉成, 是姐姐养的小蜜。 他目光坦然地可怕, 贺明月嫌恶地皱眉,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闻言, 夏凉成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 怎么了? 你不也是前夫哥的小蜜吗? 怎么还搞歧视? 再说了, 歧视也是我歧视你, 你是个婚内小三, 你下贱, 你无耻, 你不要脸。 一番话将贺明月狂轰乱炸成了渣子, 只能白着脸, 红灼眼, 气得浑身颤抖, 可怜巴巴地看向霍乔生, 想让他如往常般替自己做主, 可霍乔生却看都不看他一眼, 先回家, 我开了口, 送我去公寓, 我如今住的地方, 夏凉成缠着我回国, 没地方去, 只能住在我家, 霍乔生却攥紧了方向盘, 回家吧, 我想和你谈谈, 这是眉得商量的意思, 我不越皱眉, 可看看霍乔生脸色, 还是点了点头, 好, 回到别墅, 布局还是我离开时的模样, 有些狼藉, 毕竟我当初离开时, 把能带走的值钱东西都带走了, 霍乔生开口就是质问, 他是谁, 我挑眉, 小蜜, 你当初不说你接受不了开放式婚姻吗, 如今倒是自己找了个年轻男人, 这些天和他在外面玩得爽吗? 霍乔生皱紧眉头, 他抬眸看我, 嘴角勾着一丝漫不经心的笑, 眸光却是冷冽, 我看着他, 却笑了, 挺爽的, 年轻人火力旺, 我的坦然, 堵住了霍乔生的阴阳怪气, 我有些不耐烦, 霍乔生, 你想和我谈的, 就是这些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不奉陪了, 他年纪小, 自己睡总会做噩梦, 我去陪陪他, 这话对于霍乔生来说应该不陌生, 曾经, 他也这么对我说过, 霍乔生很明显, 也想起了那段往事, 脸色一下, 变得极其难看, 可下一秒, 他看着我, 突然走进了我两步, 然后居高临下地瞥着我, 笑了笑, 昭薇, 我们都和他们断了, 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爱的人是你, 我推开他, 疲惫地抬眸看他, 你不是爱我, 你只是觉得, 本来不该离开的人突然离开, 打击到了你的自尊, 你这人从小就是强迫症, 小时候吃的饼缺了一脚你, 宁肯饿肚子, 也不吃, 如今, 你宁肯在外找一个又一个, 也要留下我, 保全你的完美婚姻, 这么多年了, 我比谁都了解他, 了解他的凉薄, 了解他的自私, 他对我腻了, 却不允许别人来占有我, 这不是爱, 这是他的自大, 霍乔生, 你是真的有病, 趁早治吧, 霍乔生落荒而逃, 可第二天, 他依旧出现在门外, 要送我上下班, 我没拒绝, 离婚没进行到最后一步, 我们依旧是体面的豪门夫妻, 霍乔生对我越来越好, 无论做什么都要向我汇报, 短信一条又一条, 我没看, 更没回复, 公司的人见我就叫我夫人, 他们知道我的身份, 我也没兴趣去朝九晚五的上下班, 有钱了, 我没有没苦应吃的爱好, 挂个须职, 偶尔来公司一趟就好, 公司里有我的朋友, 所以我才知道贺明月的事, 这次来公司, 朋友看到霍乔生有事没事, 总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问我霍乔生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我痴笑了一声, 邀请他下班一起去吃饭, 朋友答应后, 我给霍乔生发了短信, 让他下班不用来接我了, 那你结束后, 我去接你, 嗯, 我答应了, 我和朋友一起下的班, 到了地下停车场, 朋友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 霍总和贺明月断了吧, 我就说他还是在意你的, 你只要生气, 他再喜欢也不可能留下他的, 我笑了笑, 可能吧, 这些天, 贺明月给霍乔生打过不少电话, 我见到过, 但霍乔生一个都没接, 哪怕我对他说, 接吧, 说不定有什么要紧事, 霍乔生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 又郁闷又伤心, 你不在意吗, 我看着他, 摇了摇头, 不在意, 早就不在意了, 可霍乔生却当着我的面, 将贺明月拉黑了, 好像真的回心转意了, 吃饭时, 朋友问我, 那他该好了, 你还打算离婚吗, 我没回答, 往窗外看去, 天色昏暗, 路上没几个行人, 一个男人站在路灯下, 看不清脸, 可身姿挺拔, 很显眼, 一个女孩从公寓下来, 飞快地扑进了他怀里, 男人低头, 轻轻吻在了他的眼角, 一辆车从两人身边走过, 灯光亮起, 我看清了他们的脸, 是霍乔生和贺明月, 我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将一切都拍了下来, 而这时, 手机响起, 是霍乔生的消息, 结束了吗, 我去接你, 不用来了, 我今晚不回去, 那边秒回, 好, 低头看, 霍乔生牵着贺明月的手, 走进了公寓, 两人都带着笑, 到了半夜, 我被铃声吵醒, 是贺明月,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霍乔生正躺在他胸前, 睡得香甜, 而他胸前满是斑驳的吻痕, 情色, 黏腻, 在不复初见时的清冷, 你老公真好用, 姐姐, 他早就对你没兴趣了, 你何必死皮赖脸的不肯离婚, 能给自己留点尊严吗, 我保存了照片, 想了想, 给他转账五毛二, 备注, 嫖资, 贺明月气疯了, 给我发了一大堆, 我一条也没看, 反手将照片发给了律师, 出轨证据, 多给我争取点财产, 律师秒回, 放心吧, 顾小姐, 第二天, 我下楼时, 霍乔生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赵薇, 早上好, 她神清气爽, 眉宇间是抒发欲望后的燕族, 她给我带来了早点, 是我曾经最爱吃的生煎和豆浆, 我漫不经心地吃了一两个, 对她的问话, 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 敷衍得明显, 霍乔生崛起后, 再没人这么明显地敷衍过她, 她神色不悦, 赵薇, 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 她停下车, 看向我, 眼底竟然有一丝委屈, 仿佛是我辜负了她, 可在对上我平静的, 平淡的目光时, 她却说不出话了, 那你签字离婚吧, 受不了就不要受, 话音落下, 霍乔生冷了脸, 你休想, 态度很坚决, 我叹了口气, 半靠在椅背上, 似是感慨, 似是无奈, 霍乔生, 你怎么这么见, 在我爱你的时候, 你伤害我, 在我不爱你时, 却又来纠缠, 真的贱, 真的烦, 霍乔生一直僵持着, 不肯签字, 我们就这么维持着婚姻, 但霍乔生缠我缠得紧, 我知道她防着我去见夏良成, 但夏良成找不到我, 就会来公司门口读我, 缠着我胳膊撒娇, 问我是不是不在乎她了, 我笑着哄她, 在乎, 众目睽睽, 我将她哄走后, 转身, 却看到, 霍乔生正远远地站在门口看着我, 不知看到了多少, 但她什么都没说, 转身独自离开了公司, 仿佛在赌气, 但我并不在意, 今天下了雨, 天气有点凉, 我独自回了家, 刚到家, 霍乔生就牵着我的手, 走到了餐厅, 你不是想喝成南的羊肉汤吗, 我给你买来了, 触手冰冷, 我看了一眼霍乔生, 才发现她浑身湿透, 脸色被动得微微发白, 目光却带着期待和讨好, 可我尝了一口, 就放下了勺子, 有点心, 你喝吧, 我转身欲走, 却被霍乔生攥住了手腕, 因为你喜欢, 我专程为你去买的, 找了两个小时, 才找到小滩, 下了雨, 那个小滩没有遮雨的, 我只能淋着雨等, 可你却只喝一口, 甚至连一句都没关心我, 赵薇, 你到底怎么了, 她指尖都在颤抖, 眼底是深深的困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与她对视, 眼神坦然平静,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你对我来说, 就是个陌生人, 你指望, 我对一个陌生人嘘寒问暖吗, 你的自我感动, 却要我感恩戴德, 不可笑吗, 霍乔生仿佛被我这句话击溃了,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夏良成只是你的朋友, 你们什么都没有, 你只是拿他跟我赌气, 你心里明明还是在意我的, 顾昭薇, 阿宝, 你就是爱我的, 对不对, 她垂眸看我, 目光小心翼翼, 又带着期待, 可我却注意到她死死地攥着手, 指尖用力到发白, 仿佛我的回答是最后一根稻草, 决定她的生死, 我笑了笑, 然后斩断了她最后的息迹, 现在是朋友而已, 人生慢慢, 我总会遇到和我携手一生的人, 我害怕孤独的, 父亲去世后, 我比谁都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所以, 我从没有孤独一人度过此生的打算, 我总要有一个陪伴的, 男人, 女人, 爱人, 都可以, 霍乔生眼底赤红, 她问我, 不能是我吗? 不能, 我毫不犹豫, 无视了霍乔生, 瞬间变得煞白的脸, 我笑了一下, 然后转身离开, 不曾回头, 贺明月找上了我, 带着运检报告, 比起初见的清冷仙女模样, 如今她眉宇间, 尽是宝经情爱的冷艳妩媚, 也更吸引人, 怪不得霍乔生, 不舍得和她断, 这么一朵娇花, 谁舍得放弃, 贺明月跟我说她有孩子了, 说霍乔生之所以对我好, 是因为她想让我接受这个孩子, 毕竟我不能生, 闻言, 我抬眼看她, 霍乔生告诉你我不能生, 不然呢, 贺明月笑了一下, 带着挑衅, 不过顾昭薇, 你生不了孩子这是, 圈子里谁不知道, 是啊, 婚后第三年, 我怀孕三周时, 发现了霍乔生出轨, 在争执中我流产了, 那之后, 我再没有过孩子, 不少人都猜测我伤了身子, 再无法生育, 暗戳戳地想为我解决问题, 送女人, 送承诺, 但是, 我轻抿了一口花茶, 笑得平静, 没有半点没激怒的模样, 我不是生不了, 我只是不愿意为她生孩子, 因为她不配, 你想替她生, 那是你贱, 别扯到我身上, 还有, 她想离婚, 我随时奉陪, 是她不愿意, 不过你们倒是挺配的, 一个贱一个更贱, 贺明月气红了脸, 嗓音尖利, 顾昭薇, 她爱的人是我, 你就是个老女人, 我抬手将花茶泼在了她脸上, 站起身, 我居高临下, 撇着她如落汤鸡般狼狈的模样, 语气淡淡, 既然你这么笃定她对你的爱, 那就赶紧劝她签字, 别再来烦我, 贺明月,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可惜, 贺明月不中用, 她闹到家里, 告诉了霍乔生她怀孕的事, 脸上挂着出为人母的温柔, 可贺乔生第一反应, 却是看我, 昭薇, 这是个意外, 每次我都, 这句话, 却打蒙了贺明月, 不过片刻后, 她回过神来, 攥住贺乔生的胳膊, 乔生, 你明明说过想和我有一个孩子的, 还说希望孩子长得像我一样漂亮, 怎么是意外的, 这明明是我们爱的结晶才对啊, 你告诉我, 你是爱我的, 你早已经逆了顾昭薇, 你为什么不肯和她离婚, 她能给你什么, 我爱你呀, 我们都要有孩子了, 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呀, 或乔生神色冰冷, 她垂眸看她, 去把孩子打掉, 贺明月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 目光哀切欺然, 不要, 我不要, 这是我们的孩子, 你怎么忍心打掉她, 女孩哭起来都是好看的, 可怜的, 可霍乔生目光移到她的小腹, 却没有半分动容, 我不想重复第三遍, 去把孩子打掉, 贺明月尖叫着捂住耳朵, 仿佛就听不到心上人这么伤人的话, 两人僵持着, 而我瞥了一眼藏在暗处的摄像头, 冷眼旁观着这场好戏, 直至贺明月筋疲力尽地昏了过去, 霍乔生让人将她送到医院, 对不起, 赵薇, 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 她向我承诺, 我愣了一下, 却笑了, 不用了, 我不在乎, 话音落地, 满是寂静, 霍乔生看着我, 眼眸黑漆漆地, 如翻滚的墨池, 眼尾却是脆弱的红, 你不在乎, 她仿佛被我的冷淡伤透了心, 我定定地看着她, 直到她下意识地握住我的手腕, 我才发现她指尖颤抖得厉害, 你怎么可以不在乎呢, 你应该伤心才对啊, 你这么爱哭, 怎么不哭呢, 赵薇, 阿宝, 你别这么看我好不好, 伟音带着一丝恳求, 这一刻, 她仿佛卑微到了你里, 妄想得到我的怜悯, 可我却只觉得你脏, 她更脏, 我应该在乎吗, 我们都要离婚了, 你生孩子, 和谁生, 生多少个都和我没关系了, 霍乔生, 我真的, 不爱你了, 看着她摇摇欲坠的样子, 我却笑了, 相识一场, 我们都给对方留点体面吧, 签字吧, 霍乔生终于签字了, 她不得不签字, 贺明月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媒体, 这件豪门情事闹得沸沸扬扬, 股市动荡, 股东不满, 霍乔生不愿再被我起诉, 而她出轨的事闹得人尽皆知, 律师为我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全部财产的70%, 律师告诉我, 其实是60%, 剩下的10个百分点是霍先生自愿的, 我笑了笑, 坦然接受, 走出民政局那天, 是个雨天, 我这人可能和雨天有缘, 人生重大的事, 总是雨天, 订婚那天事, 结婚那天事, 霍乔生第一次出轨那天事, 决定离婚那天事, 离婚这天也是, 稀里细语下, 霍乔生站在我身边, 轻声道, 我送你吧, 我摇了摇头, 不用, 有人来接, 话音落下, 夏凉城撑着伞, 挤到了我和顾昭薇中间, 姐姐, 我来了, 这天冷, 你多穿件外套啊, 你都有点感冒了, 她念叨着, 将外套披在了我身上, 我坦然接受, 然后, 走进她的伞下, 而就在这时, 雨突然停了, 抬头看, 天际盛阳轻湛, 驱散了昏尘的雾气, 阳光轻阳阳地落下来, 撒在了我身上, 暖化了方才雨季的冰凉, 我笑了笑, 回头, 对着霍乔生挥了挥手, 再见, 雨过天晴了, 再见, 阴霾, 翻外, 后悔, 无用离婚那天, 霍乔生站在原地, 看着顾昭薇和另一个男人撑着一把伞, 渐行渐远, 依稀还能听到男孩吵吵嚷嚷的声音, 顾昭薇无奈地笑, 可眼底却是松快的愉悦, 那是她许久未见过的轻松自在, 其实她早就知道, 夏良成并非顾昭薇的情人, 顾昭薇做不到, 她曾经尝试过一次找了一个男孩, 看着两人很亲密, 但她看到那男孩的脸后, 她就不在意了, 因为那男孩长得像极了她, 她放不下她, 就不可能真正踏出那一步, 果然, 那段荒唐不超过一个月就结束了, 顾昭薇再也没有出格过, 她醉酒后, 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朋友, 朋友愣了一下, 片刻后, 朋友吃笑了一声, 可能人家不是爱你, 人家只是不像你这么见, 乔生, 你这样真的会失去昭薇的, 到那天, 你可别后悔, 那时她说什么了呢, 或乔生想了想, 才想起来, 那时, 她满是笃定地笑了笑, 怎么可能后悔, 离不开我的人是顾昭薇, 她以为她就不喜欢顾昭薇了, 这么多年了, 她明明早就腻了, 可此时此刻, 看着顾昭薇渐行渐远的身影, 心脏却是撕裂般的疼, 好像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她突然想追上去, 可她刚迈出步子, 就停住了, 她知道, 顾昭薇不会再回头了, 她曾经说过的, 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分开, 霍乔生, 我真的不爱你了, 分开吧, 她没说过谎, 她就是不爱她了, 再也不爱了, 她的余生就像雨过天晴, 璀璨夺目, 而她, 终生都站在雨中, 但没人在乎, 再也没人在乎了,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